大家好,我是漫威隊長,本次第2三大會公布了許多漫威的最新資訊, 而其中最令人驚喜的當初突然發布了《萬聖劍特》及《暗夜狼人》的首次預告。 我們先來一起訪問一下預告吧! 我會想要你 但你一個人是一隻貓, 一隻貓,一隻貓。 我沒想過到找到什麼狀態你身上。 你喜歡看這個,寶貝。 啊 請不要做這個 DATH IS COMING FOR YOU WEREWOLF BY NIGHT 關於這部作品雖然此天媒體一直有爆料 但漫威官方從未在公開場合談及相關內容 而這次的大會突然發布預告 想必也是想給粉絲一個驚喜 作為漫威首部特輯短片 暗夜狼人的預告確實帶來非常獨特的體驗 黑白畫風 上世紀90年代B級片的恐怖音效 以及真人狼人殺的形式都讓人耳目一新 在開始解析前 我先來為大家梳理一下暗夜狼人的故事脈絡 首先根據官方發布的故事梗概 影片講述的是 在一個黑暗而陰森的夜晚 一個秘密的怪物獵人集團從陰影中出現 在他們的首領去世後 一同集結在不祥的雪石神殿 在一個奇怪且令人毛骨悚然的首領紀念館內 所有參與者都被捲入到了一個神秘且致命的競爭中 爭奪一件強大的遺物 而在這場狩猎的最後 將使他們與一個危險的怪物相見 首先在這段官方故事梗概中 有兩個名詞需要解釋 分別是怪物獵人集團和雪石神殿 前者怪物獵人集團是漫威世界存在的一種職業 而在怪物獵人中有一個家族非常有名 漫畫中雪石家族的首領名叫尤里希斯雪石 是一個存活了上萬年的怪物獵人 而他之所以能活那麼久 都是因為一塊名叫雪石的寶石 賦予了他超人般的體魄和長生不老的能力 而這個雪石應該就是梗概龍所提到的強大的遺物 在得知這些關鍵線索後 對於暗眼狼人預告所講的故事 我們自然也就清楚了許多 換成我們熟悉的大白話來講述就是 雪石獵人集團的首領尤里希斯死後 召集了幾個最得利的成員到一個神秘莊園聚會 並留下了一個考驗給他們 能夠完成考驗的將成為雪石家族新的首領 並獲得他留下的強大遺物 那麼帶著這些信息我們開始寫些預告 畫面一開始就是一個偏遠的莊園 幾個黑袍人在一群看守的監視下走進了房間 關於這群看守 許多人認為他們是時差管理局TVA的特工 對此我持保留意見 具體的原因我們先按下不表 後面會細說 接著畫面給了一個空中俯視的大景 我們可以看到雪石莊園擁有一個宛如離宮的後花園 這裡應該就是留給參與者互相廝殺的場所 緊接著畫面給了他幾個角色 他們都比較有特點需要大家記一下 首先是這個白鬍子 這裡給的鏡頭裡 他拿著一根狼牙棒似乎在尋找的獵物 然後是一名黑髮女子 和白鬍子相反 他顯得十分害怕 接著是一個黑色短髮男走進大廳的背影 緊接著預告開始足以展現本次競賽的角色 首先是這個黑人老哥 注意看背景角落還站著護衛 看起來他們是在這裡被護衛們時刻監視著 然後是剛才的白鬍子 在他身後還有一個臉上有紋身的亞裔男子 接著是一個臉上有白色圖案的老哥 對比衣服 之前進門的背影應該就是他 我們就叫他短髮男吧 在他的右邊是剛才的黑人哥 而左邊則是一個沒有眉毛的白人姐 然後鏡頭給到了亞裔紋身哥一個特寫 在他的身後可以看到剛才的黑髮女 和站在角落的守衛 然後在一個棺材裡 一具被縫合的屍體突然開口說話 他助所有人今晚好運 看他僵硬的動作和無聲的表情 大概也能看出這只是一具傀儡 至於他是否是前任首領尤里希斯的血食 據告裡面並沒有細說 然後鏡頭繼續給到了現場的所有人 能發現他們都面四凌重 看來應該是得到了某個任務 而且和官方的內容梗蓋 剛才的那句屍體 肯定也把今晚的比賽內容 告訴了所有人 緊接著一個頭髮漂亮的女人出現 並且解釋了今晚的規則 她的聲音一直在花卫音中出現 可見她應該是今晚 類似於傳達者的角色 另外在鏡頭的最邊緣 還能看到一個男人 看樣子應該是管家一類的角色 通過女人的講述 我們可以得知 前任首領留下了的考驗就是 拋開管家 今晚到場共有7個人 分別是白胡子 黑人哥 紋身亞裔 黑髮女 無眉姐 黑髮男 以及飄然姐 而在這裡有一個人 是偽裝成正常人的怪物 所有人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天亮以前把怪物找出來的人 就能成為新人的首領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平時玩的狼人殺 之所以把飄然姐也算進來 是因為每個參與者都配戴了一個吊墜 因此但凡有吊墜的應該就是參與者了 而飄然姐顯然也有同款的吊墜 因此她也是參與者之一 但是這裡我們就要注意 黑髮女並沒有佩戴吊墜 那為什麼也把她算進來了呢 很簡單 因為在後面的片段裡面有她的鏡頭 所以她肯定也是參與者了 開個玩笑啊 實際上根據IMDB的演員表 黑髮女的角色其實是前任首領 尤里希斯-雪石的女兒 艾爾莎-雪石 同時也是本作的女主角 她之所以沒有佩戴吊墜 是因為在原作漫畫中 艾爾莎和父親的關係一直不好 因此這次被叫回來 艾爾莎可能也並不情願 因此也就沒有佩戴相當組織的 血石吊墜 就和狼人莎裡一些玩家 擁有特殊能力一樣 細名玩家似乎都生懷絕技 下一個鏡頭裡 可以看到飄然姐正在用骷髏頭 進行著某種儀式 她或許就是一名女巫 正通過儀式施展某個魔法 然後畫面又轉到了女主艾爾莎這邊 直接她在大廳謹慎地移動 而背景中的看守似乎已經死亡 無力地靠在墙上 並且還有一個巨大的牢籠 緊接著下一個鏡頭 就在她的跟前 躺著一名看守的屍體 緊接著獵人們開始狩獵 尋找著誰才是那個怪物 可以看到一個獵人正當的斧頭和釘錘 靠近一片棺木圍牆 結合後面的鏡頭 我們得知此人正是白胡子 然後畫面又回到大廳 飄然姐的臉上用顏料塗上了某種圖案 她癫狂地朝著籠子裡面大笑 似乎那個怪物已經被關進了籠子 可就在她得意的時候 籠子裡面突然伸出了一隻長滿毛髮的手 將飄然姐扯向了籠子 可以看出這隻手的主人力氣極大 這時飄然姐的臉上露出了恐懼的神情 在一閃而過的畫面裡 我們可以發現 籠子裡面關了一個 渾身長滿毛髮的人性生物 結合標題 這位就是本劇的主角愛眼狼人 然後就是守衛們 隔著籠子用電棍毆打著狼人 試圖讓其失去戰鬥力 接著出現了螢幕女主用斧頭 剃斷了一隻從外面伸進來的手臂 從掉落在地上的手臂也能看出 愛眼狼人的尺度之大 通過對比此前的畫面 每個人的衣服款式 有可能是黑发男或者壓一個的手 緊接著 愛眼狼人被看守從背後偷襲 至於他的正式身份也即將揭曉 下一幕直言黑发男被關在籠子裡 並且嘴上還哀求著其他人不要這樣對他 而他其實就是愛眼狼人 至於證據就是IMDB的演員表中 黑发男的角色名叫傑克·拉塞爾 也就是愛眼狼人 關於他的起源其實非常無辜 傑克之所以會成為狼人並非自怨 是因為他的先祖曾被一個狼人所咬傷 由此遭到的詛咒 使得傑克的家族都會變成狼人 然而在場的其他人並不在乎傑克的身世 他們只想殺死傑克並爭奪信任首領的寶座 下一個畫面白鬍子情緒十分激動 並且高呼要殺死所有人 傑克此前他瘋狂的樣子來看 他的精神可能已經不太正常了 接著一個帶著巨大面具的神秘人出現 這很可能就是此前所有人入場時的標準造型 等到入場後所有人就將黑袍和面具取下來露出了本能的面目 然後傑克在一片灌木的圍牆邊 被一隻巨大的手拉進了灌木 傑克巨型這隻手的主人顯然是在保護傑克 緊接著在一個走廊裡 看守們不斷地倒下 通過逐針慢放 可以發現其實是傑克所變身的暗眼狼人正在屠殺這群看守 通過閃爍的燈光 可以看到走廊的牆壁上有壁畫 看起來像是一群怪物 應該是雪氏家族的圖騰 另外這麼也是我認為這群看守不是TVA衛兵的重要依據 首先我們把他們穿著的衣服和TVA進行對比 可以看到雖然兩者都穿著防護服和頭盔 看起來十分相似 但是TVA的手臂處有著明顯TVA的字樣 並且頭盔上沒有任何的設備 但是這群看守的手臂空無一物 頭盔也沒有編號 並且還裝上了一個類似於監控攝像頭的設備 和TVA完全不同 其次TVA他們的武器 只要命中目標後 就能把目標直接清除 傳送到時間的盡頭 然而這群看守的棍棒更像是電棍 多次命中艾爾朗人都沒有把它清除 因此關於這群人的身份 我更傾向於是雪氏家族普通的衛兵 然後畫面又轉到迷宮 白鬍子舉的武器見人就看 他有攻擊的人正是女主角艾爾莎 緊接著 整個預告最驚喜的一幕出現 漫威的傳奇反英雄《類人體》登場 一把抓住了一個人的腦袋 並且手中還爆發出火焰 是會要將這個人的腦袋融化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也要從類人體的角色設定和能力講起 類人體原本是一個叫做泰德塞里斯的生物學家 他發明了一種能頂於任何毒素的血氫 但代價就是會使人體的細胞變異 在一次被邪惡組織追殺的過程中 泰德博士將血氫注射到了自己體內 而他恰好又發生事故 掉進了一個蘊含魔法的沼澤中 血氫加沼澤魔法的雙重影響下 泰德變成了由各種沼澤植物混合而成的人形怪物 類人體 類人體是漫威知名的反英雄 不僅不死不滅 而且所有被他觸碰的生物 只要心懷恐懼 就會被靈魂之火焚燒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手中的人 會爆發出火星的原因 而通過這人手裡拿著的斧頭和釘锤可以判斷 此人正是白鬍子 另外類人體也是唯獨大門的守護者 他所居住的守則本身就是宇宙間的交汇處 類人體可以打開通往多元宇宙的大門 這你是不是沒有想到 居然連一部《萬聖節特集》都會和多元宇宙扯爛關係 另外 類人體其實在2005年就曾拍過一部恐怖電影 當時的版權是在《世門影業》手中 在最近幾年才回歸了漫威 最後的畫面是我們的女主角艾爾莎也被關在籠子裡 外面有士兵守衛 而牆上的投影也顯示出 他身後是正在變身成狼人的捷克拉塞爾 最後我們也來說一下女主角艾爾莎雪石 這是因為在原作中 尤尼希斯為了鍛鍊艾爾莎 在她還是小孩的時候 就讓她和怪物進行廝殺 這讓艾爾莎練就了一身強悍的獵殺技巧 並且艾爾莎天生就擁有 父親要通過配戴血石才能獲得的超能力 他不但百毒不清 能夠抵禦包括吸血鬼感染在內所有的負面狀態 而且治癒能力極強 到了哪怕是死了都能復活的地步 不過在預告中 我們並沒有看到艾爾莎展現任何的戰鬥力 要麼是MCU對此進行了改編 要麼就是他在伴珠吃戶 而是暗夜狼人的劇集定位居然是喜劇 不知道是不是漫威對喜劇有什麼誤解啊 另外預告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疑問 那就是類人提了人類本體究竟是誰 預告中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以及前任首領尤尼希斯到底有沒有死 他召集那麼多人來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一切都要等到下個月的7號 影片上映後才能揭曉了 以上就是暗夜狼人預告解析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覺得我視頻做的還行 還請一鍵三連 我是漫威隊長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